镜头中这是盗墓贼网上直播的一段画面 只见一名男子吓到古墓挖掘到非常多的珍贵文物 并在直播间进行现场叫卖 随后警方得到举报电话后 根据IP地址和网上信息查询到一家古文玩店 进入店面后警方发现大量的文物摆放在现场 当警方对老板进行询问后 没想到他这样回答道 随后经过进一步的了解 在他的家里还发现了唐代的一个佛头 战国的几枚金币和各朝各代的精品文物 经过一番突击审讯中了解到 这家古文玩店的老板原来还是个风水大师 经通易经风水之类的 他平常就拿个罗盘就是给别人看风水 经过审讯后古文店老板交代了一切 原来他成立了一家售卖文物的公司 在公司里的后院挖了一个地洞 把里面精心设计成野外古墓的风格 然后再从唐山的一家工艺品市场买回大量的工艺品 涂上马尿再埋在古墓中 以此种方式进行网络直播销售文物 拿着铁锹 拿着洛阳铲 然后进入他那里挖掘的视频 就是谎称自己就是在野外进行这个古墓挖掘的 如果有人看到直播或者朋友圈发布的视频 就会觉得这样出土的文物一定就是真品无益 可笑的是 以古文玩店老板为首的犯罪组织达到了100多人的规模 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有人拍视频 有人充当客服 有人充当买家提高价格 他们把上周的东西谎称西周的文物在网络上疯狂销售 就这样 以此方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这个组织获利高达380多万元 一般在文玩圈里有个术语叫打野 意思就是买过的文物即使错了也不能退还 就当自己眼里不行上当吃个亏算了 这些不法分子就是抓住一些人简陋的心思精心布置这个局 并以此获取大量的暴力收益